我怀疑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张碧古堡这样的地方了 黄土高坡上小小的村子 下面竟有万米长的地道 村民看似简单 却暗和星宿 一座可寒庙出乎意料 孔雀兰的琉璃碑让人称奇 老夫少奇般的古树 抱在一起 写活了的福字 龙飞鹤舞 一千三百米的宝墙 圈起了一千六百年的沧桑 叫古堡名副其实 说是一门为寨 二门为宝 三门称池 四门叫城 张碧古堡自然是有两个门的 和大多数村镇不同 张碧地势 北低南高 人们担心洪水从南门进入 因此在拱圈上方供着西水寿 并刻上了 户村镇合四字 同样户村的还有官地也 坐南朝北的官地庙就在南门外 这是一座始建于明末的庙宇 康熙四十八年进行了修复 不论是梁上的木雕 还是室内的壁画都留有岁月的痕迹 殿前的石碑上记录着修建官地庙的原因 据说当年有贼寇突治 村中壮年都出来抵抗 一个骑士马的红脸大汉骁勇异常 击溃来费 老人们都说这是官公险盛 于是就在此处建了官地庙 由张碧古堡就会不断发现秘密 如果没有人讲解 很多事会变得莫名其妙 眼前的窑洞建于康熙年间 不说他明三暗四的建筑方式 也不说自古以来窑洞的主人 就给燕子留出的通道 单说进门正对的墙壁 本来有一个砖器的供台 上面是观音塑像 上个世纪塑像被毁 后面的墙壁露出一道横梁 人们拆除横梁下的砖块 就看到了墙体中这尊头戴如是帽 身着道袍 按佛家姿势盘坐的塑像 泥塑剥落的部分 可以看见中间的铁胎 没有人知道这尊尼宝铁像的真正名字 也不知道为何被供于墙体内 窑洞上方是奎兴楼 这是整个古村的制高点 看来当地人也是把主宰文运的星宿 放在了最高的位置 其实整个张碧村都与星宿有关 村中的布局可以说是锦和天机 二十八星宿中 张是南方七宿之一 碧是北方七宿之一 张碧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 原来隐含着有趣的天文知识 据说用罗盘测量 南门所对的是张秀 北门所对的正好是碧秀 奎兴楼旁树立着高高的红灯 当地人说张碧点灯 借秀看明 有专家考证过 从张碧古堡到借秀市直线距离 也就是十公里的样子 而图中的村子里还有烽火台的遗迹 因此得出结论 这应该是通报敌情的信号等 南门的上方有一座殿阁 里面供奉着阿弥陀佛 引人关注的并非是殿内的彩塑 而是大殿的琉璃顶 最美的殿顶还在北门 如果此时就觉得震撼 那么到了后面 有可能会直接晕倒了 南门和北门中间是张碧最为主要的道路 道路左侧是富人区 右侧是普通百姓生活的地方 这条路原本是卵石铺成的 走得久了 石头越来越滑 到了清道光五年 村民集资整修 改成了防滑的条石 这种条石遇到水会变成红色 路的名字就叫洪顺街 洪顺街中间低两边高 下雨的时候 街道也是水道 雨水从下凹的路中心流走 而较高的路边不会有积水 方便村民通行 雨水变色的不仅是脚下的道路 古村的石碧也是一样 它叫双龙碧 碧盘一条龙 石滚一条龙 而且是遇到水时才会清晰 这又是张碧的一个小秘密 南门内有缓缓的坡道 可以登上宝墙 青砖台阶磨损严重 倒是中间的石板马道还算整齐 破道顶头左侧有门洞 上书奇云二字 通过门洞就能看到张碧最为古老的寺庙 可汗庙 没人知道寺庙的始建年代 倒是旁边的石碑上刻录着 延幼元年重建的文字 说明此殿肯定要早于公元1314年 可汗是少数民族的首领 在中原地区建可汗庙是比较特殊的 殿内是刘武周的塑像 随末十八路返王之一 他依附于突厥部落 受封定阳可汗 曾自称皇帝席卷山系 后被李世民击败 比刘武周更有名的是他手下的大将御池公 这位御池将军后来和秦琼一起成了门神 不能确定可汗庙就是为刘武周而建 关于这个可汗还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东魏权臣 北齐王朝奠基人高欢 他是鲜卑化的汉人 曾在此地聚首 有擅长挖地道作战 结合张碧古堡下面的地道 得出这样的结论 也是有道理的 可汗庙的后面还有一个小秘密 那就是大殿赤头有福禄二字 很多游客到这里都不太留心 据说能够看到 就会有好运 可汗庙正对着一座不太大的古戏台 戏台颇有元代风格 这里表演的是不需要乐器伴奏的借修地方小戏种 干调秧歌 因此戏台不需要太大 戏台前方的地面本来是有地道入口的 唱戏的时候能产生扩音的效果 抗战时期日本人将洞口封闭了 估计是担心被熟悉环境的当地人袭击 参观地道的入口就在戏台的右前方 一个巨大的模型 能够让游人了解地下工程的大致情况 在张臂不大的范围内 地道总长达到了一万米 不过由于时间太久 很多地方发生了坍塌 目前清理完毕的有三千多米 这里的地道分有上中下三层 最上层距离地面2到5米 中间一层8到10米 最深一层15到20米 地道中的气温常年恒定在10到15度的范围内 真正的冬暖下凉 15到20分钟的参观路线 无需走回头路 如果看到岔路口就想探索一下 肯定会超过半个小时 不过也会有惊喜 比如从这里出去 就到了南门外的官地庙 地道不只是通道 里面的结构复杂到难以想象 它是集攻 藏 退 逃 守 于一体的军事系统 原来的地道远比现在宽大 因为后期的加固修复 才显得窄小了 为了在漫长的通道运送物资 里面竟配有马厩 地道在靠近悬崖通风的位置 还配有粮仓 水的问题就地解决 水的问题就地解决 因为您往下看它反光有光亮 而且布列上有水器 那么来到这边你也可以抬头向上看 这个水井它同平的地面 地面的村民也能打水 地道里面的士兵也能去水 像排水换气这样的配置 更是一个不少 而那些复杂的防御设施 在狭窄幽暗的地方 无法用视频展示 如果感兴趣 只能亲自来体会了 将军的指挥所相对舒适 而且能够见到阳光 此处位于悬崖的中间部分 脚下还有逃生的绳索直通谷底 地道中的很多岔路都被封堵了 主要原因就是怕游客迷路发生危险 这里的出口实在太多 而且有些出口处于锁闭状态 比如在一期有名的电视节目中 某个明星的抗底下 就是一个出口 前面看过的双龙碾下面也是出口 还有出口藏在民居的衣柜中 有的出口甚至远在村外 如果任由游客通行 麻烦事肯定不会少 供游人参观的地道出口 对着广阔的黄土高原 身后就是张碧古堡的富人区 尽管只是走了整个地道的三分之一 但依然可以确定当初的张碧古堡 绝对不是为了居住而建造的 那么古堡最早的修建者到底是谁呢 据推测 他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照的张平 张平曾为并州刺史 当时北边的少数民族 纷纷南下入侵中原 张平为了自保 就以太原为中心 建了大大小小的乌宝三百多座 乌宝也成乌碧 结合张平的姓氏就有了张碧的名字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推测而已 到了宋代 张碧由军事堡垒转化成了百姓居住的村落 极致清朝 村中有张王贾晋四大姓氏 他们在这块前人打造的古堡中经营自己的生活 并把日子过得丰富多彩 虽然没有江南的小桥流水 倒也远离了车马喧嚣 这是在黄土地上的活色生香 看眼前这个写活了的福字 正对着大户人家的门口 开头以狂草画出了龙形 中间接行书写出了贺态 最后楷书将口改成田 既表达口中有物 也在提醒后人应该以田为本 这是我见过的最有味道的福字 再看其他的写法都会觉得生有 要想有福就要活着 而且不能只是简单地活 村中有棵古树 活得就很有福气 它是千年的槐树 经过战火奄奄一息 百姓在古槐的根部 插了一棵顽口粗稀的绿柳 随着柳树枝叶婆娑 怀树也越来越有精神了 人们把这两株神奇的树 称为怀抱柳 其实柳树只有七十多岁 我在心里偷笑 老怀越来越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多好的当地百姓啊 古怀一定会保佑他们的 古树的后面是一座天王殿 殿内正在素质新的佛像 把弥勒佛和韦陀请到上面的方式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过了天王殿就到了张碧古堡的北门上 这里又是一处金花所在 远处正对着棉山上的文风塔 近处的殿顶五彩斑斓 戒修曾被誉为琉璃之乡 据说原来西安北京宫殿上的琉璃 就算不是出自于戒修 也是由戒修师傅烧造的 眼前的琉璃垫顶烧至于明万历年间 正中间三个葫芦宝瓶 下方两侧是两只狮子 中间小阁楼供奉的神仙据说是江太公 几根铁链松弛地连接着垫顶和宝瓶 当地人把它们叫做无关紧要 因为只有在狂风暴雨来临时 才会起到稳定作用 正极上骑马的武士 是为了铲除人间邪恶的天兵天将 两端张牙舞爪的是龙生九子中的痴吻 四脚的武士居然叫走投无路 因为向前一步就掉下来 回头又会被后面的神兽吃掉 当地人都说这四位分别是 庞涓、韩信、周瑜和罗成 细想一下 他们确实都是走投无路的英雄 同样让人称奇的 还有这里的雀涕 这种半龙半象的木雕 也是很难见到的 推测这种风格也应该属于元代 最美的木雕在玄武殿前 没有一处是平铺直序 一切神兽圣灵都如同尽了最大努力要挣脱助粮 唯一欠缺的就是等风与雷电到来了 玄武庙在古堡正北面 和南门的关帝庙摇摇相对 古人认为绵山的好风水从南到北一路下坡 高高的玄武庙就起到了拦截的作用 有着漂亮乌极的空王殿前 还有全国围二无三的琉璃碑 两通孔雀蓝的古碑分立在殿前 据说这种颜色的琉璃 即便是在今天都难以烧制 在以辉煌为主色调的环境中 出现如此跳跃的色彩也算是活了 空王殿中的塑像和琉璃碑一样 也是明代的 据说空王佛是汉人成佛第一嘴 他俗名田智超 在绵山作画成真 肉体真身塑像就在绵山景区的云峰寺中 古石绵山的道路崎岖难行 为了方便善男信女 就在张碧修建了空王行辞 空王行辞背后是一个不大的方形汉城 汉城后面还有一座二郎庙 这座高耸的庙宇和玄武庙 有着同样的作用 都是为了拦住难来的好风水 张碧南北的落差为13米 二郎庙高13.5米 玄武庙是第一次拦截 二郎庙是第二次拦截 在戒修方言中 郎和蓝同音 二郎庙也就成了当地人口中的二兰庙 二郎庙的正前方也是一座戏台 阴历7月18是张碧的庙会 以前每年这一天都会在此唱大戏 只是现在的百姓都搬到了新村 大戏也就不再唱了 风从远处来 带着细细的黄土 把古堡的故事层层掩盖 游人在这里听风讲述千年张碧 似有似无的传说 我将继续在黄土高原中前行 我将继续在这里听风景层掩盖